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有时是困难的 我们可以从以色帖身上学到什么 来帮助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 当以色帖加入波斯帝国王后的选拔时 他脑海中一定闪过许多疑惑 他的民族是流亡者 他们的希望很渺茫 看起来上帝已经把他们抛弃在波斯统治之下 同时却还要求他们服从 但以色帖是美丽的 里里外外都是 即使是残忍的国王也能看出来 所以雅哈绥土王选择了他做王后 以色帖享受着的宫殿和特权 这是他前几年所想象不到的 过了一段时间 雅哈绥土王被一个谋士欺骗 下达了针对所有西伯来人的死亡命令 当被要求向国王求饶时 以色帖害怕了 在我们面临着贫穷和资源缺乏时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是困难的 然而财富和权力 也常常使人们远离上帝 如何才能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呢 尤其是当你有更多的财富 并比周围的人有更大影响力 那就以以色帖为榜样吧 他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就为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以色帖对恐惧不是免疫的 但他既美丽又勇敢 他勇敢地决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他投入所有的甚至他的生命 如果有必要的话 都用来拯救别人 他的名言 我若死就死吧 镇刻在上帝子民的故事中 世世代代鼓励着那些 被召唤去做同样事情的人 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 以色列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也这样做 当知识们收集食衣和承诺的时候 我们被敦促 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